美军日裔海军上将会被调任美国驻韩大使 美军日裔海军上将会接替哈里斯,担任新一任的太平洋战区司令,特朗普调任这两位关键人物的举动也被军迷视为上门挑衅的行为,因为这两位都是鹰派代表,最近美国又频频进行军事演习,B-52轰炸机更是频繁比紧到南海地区,因此不难看出特朗普这次是要拿中国南海开道,那么这次为何特朗普要挑衅中国呢? 有军迷对此评论称,美军这是在向中国秀肌肉,又是将鹰派代表派向太平洋一带,又是将B-52轰炸机逼近至中国南海一带,无疑是在向中国炫耀美军的肌肉,这个真相,让人不寒而栗,到底该不该打呢? 对此,中国军方发言人称这一切尽在解放军的掌控之中,而军事专家认为,今后南海的自由航行和周边的美国军方杨烈,威慑行动的数量会进一步提高,如同海上闹事一般,越演越烈,图为地毯式轰炸的B-52。 而作为这次海闹的主角,同温层堡垒已经在美国服役了多达半个世纪,最初开始是为了投掷战略和武器之用,不过在实际应用上,B-52经常被用于投掷大量常规炸弹,以至于只要有人提到B-52,就会联想到如同暴雨一般落下的小炸弹,尽管在漫长的服役生涯里面,B-52已经从高空丢核弹,转变成低空丢炸弹, 和巡航导弹的高精尖任务模式,理所当然的,冷战结束代表了大部分的B-52,最终变成了垃圾场里面的费旅和博物馆里面的展览品,不过尽管B-2A越来越受到欢迎,但是现在活跃的B-52H也并不少,在半个世纪以后依旧刷新着作战飞机的服役连线,留下了越来越响的名气和传奇声望,也许,最终人们在谈起重型轰炸机的时候, 一定会想到B-52这种庞然大物,图为B-52可用武器挂载,作为一种庞然大物,B-52细长的圆筒机身在尾部收细,传统的半硬壳结构和相对柔韧的骨架,使得飞机在着陆的时候会变形,机身中部横截面呈现矩形,边沿圆弧过度保证气动外形,顺带保证弹仓 容量,机翼下方有足够的空间用来挂载各种大单量空对地武器,也能够让B-52充当各种适合用于丢下去的小白鼠最好的测试用平台,而单纯就作战样式而言, 现代空炸机作为一个多功能武器平台,可选弹药种类和数量,会决定作战任务效率,从近年来一系列的作战分析,对B-52H的行为动向进行判断,由于B-52能够很轻易地在小国境外或者边沿附近释放群航导弹,但是对于大型国家,B-52会暴露在对方的防空体系中过长的时间,如果没有进行先式防空打击, 按照美军的习惯逻辑来说,它才会退出人类的航空舞台,留下一段历史